欢迎您收看,新闻焦点 西方公司多将投资从中国转向印度、墨西哥、越南和马来西亚,称显背弃 法广 荣顶集团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和欧洲公司正在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市场 其中,印度接收了大部分转移的外国资本 其次是墨西哥、越南和马来西亚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随着担忧加剧,西方公司将投资从中国转向印度 尽管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加 但这些西方公司却对中国背弃了 这凸显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商业环境、经济复苏和政治的担忧是多么沉重 据周三的报告称 2021年至2022年间 美国和欧洲宣布的对印度绿地投资价值猛增约650亿美元 即400% 而对中国的投资则从2018年1200亿美元的峰值降至去年的不足200亿美元 该研究组织表示 多元化正在顺利进行 但也承认 发达经济体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实现去风险政策背后的目标 因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 随着中国放弃毛主义经济模式 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庞大的中产阶级前景吸引了第一批外国公司来到中国 但随着消费者现在收紧钱包 生产成本持续上升 市场正在失去光彩 这一转变发生之际 中国地方当局在一场严重的经济大流行和房地产危机耗尽了他们的金库后 正在努力重振外国投资 该报告称 西方公司正在加大对这些市场的绿地投资 以便在采购组装商品和半导体等地缘政治敏感商品石油选择 并减少供应链中对中国的依赖 但报告作者警告说 多元化不太可能导致对中国的投资迅速下降 因为外国公司投资的市场严重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因此 即使远离中国的多元化正在加速 中国在全球出口 制造业和供应链中的总体份额仍然继续上升 中国对美国技术限制发出抨击 呼吁建立新的网络规则秩序 南华早报 中国敦促联合国为新技术的发展 创造一个开放 公平 平等 非歧视的环境 中国政府在周三发布的一份立场文件中 呼吁联合国增加发展中国家 在人工智能监管和标准制定方面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该文件还批评了网络空间军事化 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限制其他国家技术发展的做法 该文件还涉及非技术问题 包括日本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 排入太平洋的行为 台湾的李柴豪在香港公开赛首轮中 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阿克塞尔森令人震惊 南华早报 世界排名第一的羽毛球选手维克托 阿克塞尔森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开赛的首轮比赛中 被台湾资格赛选手李柴豪几百 阿克塞尔森在上周的中国公开赛中获胜 承认对手在当天比赛中表现更好 本地最受欢迎的选手和卫冕冠军李卓耀 在对阵中国选手翁永扬的比赛中获胜 而另一位香港选手乌加朗 则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乔纳坦克里斯汀 在女子单打比赛中 日本的前冠军奥九元西被淘汰出局 自由派议院的波特金正志 华盛顿邮报 保守派组织自由工作组 于周二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讨论政府支出问题 该组织的总裁亚当 布兰登将国债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然而 发布会的其余部分集中讨论了其他问题 如拜登总统和政府等 这些问题对年轻选民来说不太吸引人 演讲者利用对债务的讨论来引入其他问题 将政府支出变成了文化战和右翼议题的代理 这种策略过去曾被查党运动采用过 拜登在2010年给亨特的电子邮件中 猛烈抨击奥巴马没有封度 英国独立报 亨特 拜登的电子邮件显示 乔·拜登在一封涉及剽窃指控的电子邮件中 指责巴拉克 奥巴马没有封度 亨特 拜登暗示奥巴马在演讲中使用了乔·拜登的部分内容 但没有给予认可 年轻的拜登在一封给父亲的电子邮件中 引用了奥巴马的话 问道 他从哪里得到的 乔·拜登回答说 没有封度 亨特 拜登似乎在暗示奥巴马在谈到失业问题时 使用了乔·拜登2008年竞选演讲中的措辞 乔·拜登本人过去也曾面临剽窃指控 中国 乌克兰 绿色能源 欧盟首脑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了优先事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宣布计划加快新风力涡轮机的许可 并调查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他声称这些汽车受益于大规模的国家补贴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委员会可能对汽车进口征收高额关税 包括在中国制造的非中国品牌如特斯拉、雷诺和宝马 他还强调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表示它的方法将是降低风险而不是脱钩 冯德莱恩还谈到了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呼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欧盟将调查中国电动汽车的涌入并考虑征收关税 日经亚洲 欧洲委员会已经启动了一项调查 以确定是否应对更便宜的中国电动汽车EV 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 该调查将评估中国在欧洲销售的EV的份额 目前已达到8% 可能在2025年增加到15% 这项调查预计将持续13个月 将调查一系列可能存在的不公平补贴 包括优惠贷款和获取廉价土地的途径 这项调查的不寻常之处在于 它是由欧洲委员会自己提出的 而不是对行业投诉的回应 特朗普游说关键共和党人 试图弹劾总统 未报 唐纳德 特朗普与有影响力的众议院共和党人 讨论了该党试图以未经证实的腐败指控 对乔·拜登进行弹劾的可能性 据政治报道 特朗普与众议院第三高级共和党人 伊丽莎·斯特凡尼克保持联系 此前众议院发言人凯文·麦卡锡宣布 将正式启动弹劾调查 这些指控涉及乔·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在海外业务往来中的腐败行为 但尚未得到证实 8月份汽油价格上涨 导致通胀率上升0.6% 英国独立报 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 美国8月份的通胀率上涨了0.6% 主要受到汽油价格的飙升推动 这比7月份的0.2%增长要高 过去12个月 通胀率上涨了3.7% 8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10.6% 而7月份仅上涨了0.2% 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0.2% 其中肉类、家禽、鱼类和鸡蛋的价格上涨了0.8% 猪肉价格上涨了2.2% 美联储已经提高了利率 以控制通胀 只有一种绿色能源可以在致命的热浪中保持空调运转 英国美日电讯 随着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引发重新思考 美国核能产业正在经历复苏 尽管自福岛核载以来 监管变得更加严格 但该行业被视为减少碳排放的关键途径 特别是在加州等州 退役燃气发电能力的问题日益突出 电力公司正在延长反应堆的使用寿命 甚至有重新开放之前关闭的核电站的讨论 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被敦促改变退役的方法 允许在燃料卸除之前 进行一段保存状态的停用期 然而 人们担心在新建活动停滞期间 供应链和劳动力技能已经受到削弱 佐格尔核电站在佐治亚州的核电机组 一直面临问题 其预算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尽管成本高昂 和能被视为最安全的发电形式 并有潜力提供长达60年的零碳电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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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